我們看這題目 設有正式面體abcd的能長為a 如果a點在底面bcd的投影點為g 試求下一個小題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是正g為上小型bcd的中心 那首先我們畫正式面體abcd在這裡 那麼a點呢在底面bcd的投影點g點 假設在這裡 那我們連接gb線段gc線段 以及gd線段 那麼這時候呢 ag線段 與bg線段 是互相垂直的 然後ag線段 與cg線段 也是互相垂直的 然後ag線段 與dg線段 也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呢在這裡 角agb 這是直角 角agc 這也是直角 然後角agd 這也是直角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直角上有型 abg 以致 這能長 ab線段長 這是a 那我們假設 ag線段長 這是h 所以呢這時候 bg線段長 就會等於 這是根號 a平方 -h平方 bg線段長 同理 我們看直角上有型 agc 那因為ac線段長 一樣是a 所以呢這時候 cg線段長 會等於 根號 a平方 -h平方 那跟bg線段長 是一樣的 那同理 dg線段長 也是一樣 所以呢 g 為 三小型bcd 內部一點 那麼因為 它到三頂點 等距離 所以呢這時候 g 為 三小型bcd 的外星 那麼這時候 因為 三小型bcd 為 正三小型 所以 這時候呢 g為 正三小型bcd的外星 它同時也是 這正三小型bcd的重心 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這個證明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適求此四面體的高 也就是ag線段長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們去延長 這bg 線段 那麼 假設呢 這時候交 cd線段於 m點 好 那麼 因為 三小型bcd 是正三小型 因此呢 這m點 它是 cd線段的 終點 而且呢 這互相垂直 它同時也是 三小型bcd的高 好 那麼因為 我們在第一小題證明 g為 三小型bcd的重心 所以呢 這時候 bg 線段長 會等於 這是三分之二的 bm 線段長 好 那麼因為 正三小型bcd 這邊長為a 所以呢 它的高 會是 二分之更號3a 所以這裡呢 這是等於 三分之二去乘以 這是二分之 根號3a 所以呢 我們就算出 這等於 這是三分之 根號3a 那麼剛剛 bg線段長 我們可以寫成是 假設 ag線段長是h 那ab線段長是a 所以呢 bg線段長 我們寫成是 根號 好 這是a平方 減h平方 所以現在我們根據這個式子 我們兩邊同取平方 那三分之更號3a 取平方 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三分之一 a平方 那等於 這邊取平方 這是a平方 減h平方 所以呢 我們一項處理 我們就得到h平方 是等於 這一項過來 是a平方 減三分之一 a平方 我們得到的 這是三分之二 a平方 所以呢 等號兩邊 我們在同時 開根號 那麼我們就算出 這h 這等於 這是根號 三分之二 然後 根號裡面 a平方 出來這裡是a 我們就得到這個值 那麼 根號三分之二呢 是根號三分之 根號二 因此呢 我們將要有理化 是分子分母 同乘以 根號三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 把h寫成是 三分之 根號六 a 這個答案 因此呢 我們回答 這四面體的高 ag 線段長 就是等於 三分之 根號六 a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那我們直接 計算在這裡 我們要求此 四面體的體積 那這裡呢 有給公式 這四面體的體積呢 是三分之一 乘以 底面積 乘以高 因此呢 這體積 我們以V表示 那麼這等於 三分之一 去乘以 底面積呢 就是 正三小型 VCD 的面積 那因為邊長為a 所以面積呢 會是 四分之 根號3 a平方 那 乘以高 我們 已經算出 這是 三分之 根號6a 所以帶進來 這是 三分之 根號6 a 因此 相乘的時候 根號6呢 是 根號3 乘以根號2 所以呢 兩個根號3 乘起來是3 我們可以跟這個3 約掉 所以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等於 這是 十二分之 根號2 然後這是 a 三次方 我們得到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好 好了 céu